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空口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向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掌面来看 还是偏厚重饱满 掌面偏硬 这个纹路也比较深刻 是典型的筋骨之人 筋骨之人做事坚韧有毅力 从手型来看 是偏土型的 指掌也得配 手指修长饱满厚重 掌面厚重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手型 能够吃苦耐老 只是有一些筋骨之人的这种 势必公心偏劳碌 我们从手指的形态来看一下 手指指度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厚重 而且调达顺畅 再加上这个食指 尖尖食指修长的人一般 做事非常有自信 那么自信心十足 这个小指也是过三观 不愁吃喝穿 跟子女的缘分比较深厚 所以说晚年运势还是不错 后期在纹路也会讲到这一点 来看掌球和纹路 掌面还是比较厚重 并且我们注意到 从整个掌型来看 还是偏方 执行能力非常强 再加上本身是纹路深刻之人 有一些筋骨质 我们从纹路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注意到 从生物线初期来看 还是有一些导纹 导纹是代表在海提时期 童年的时候 有一些病痛的经历 不过成年之后 导纹消失 生命线是非常的强劲 成年后身体无大碍 那么在分离处 还是建一些导纹 这个是代表出入职场的时候 容易有一些 坎坷和动荡 会吃一些苦头 出入社会 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 在生命线 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20到22岁左右 建一条横纹 这个横纹的干扰和感情有关系 感情线同期出现断开 在感情当中 我们说遇到一些阻碍 在该主线出现一种能量的减弱 而且我们注意到 在横纹发生的时候 也出现一条亲密关系线 所以说 这个时候是见因缘桃花的到来 甚至呢 这个是容易产生一种犯情伤的经历 我们注意到 这个亲密关系 还是横温干扰不断 所以说感情方面 还是好事多么 但从感情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注意到 他这个结婚线 还是靠近小指下方 所以说 很容易形成一种晚婚的格局 在感情当中好事多么 容易有一些坎坷 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 从流年来看 基本上在30岁左右 身密线又见一条横纹 这个横纹 基本上是 代表一种事业方面的阻碍 事业方面的阻碍 我们从这个 这个事业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事业线前期 有些浅淡的分叉 相互往这个中止方向 中止图形方向走 但是呢 最终还是没有冲破感情线 没有到达这个地方 还是受到这个感情方面的限制 同时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横纹来看的话 这个是代表人生的一个事业难关 突破了这个关口的话 基本上后面的运势 在事业和感情方面 会慢慢的渐入价境 再加上本身 他也是一种偏筋骨之人 这个做事呢 坚韧有毅力 能够不畏险阻 不畏困难 敢于直面困难 克服困难 那么从这个 火星丘 苦口低 火星丘的饱满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勇于游泳气挑战困难 并且呢 也伴随了一条决定线 在这个人生遇见 一些重大抉择的时候呢 敢于下决断 所以说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再加上本身脑线呢 非常的深长啊 这个是 人很聪明 也有谋略啊 是一个游泳 有谋的人啊 所以说很容易在事业方面呢 有所斩活 有所突破 至于这个事业线 还是稍浅淡了一些啊 事业线也是呈现一种 先浅后深的一种态势 所以说在事业方面 也是先苦后甜 先要吃一些苦头啊 经历一些坎坷 才能够见到彩虹啊 所以我们在 这个横门消失之后呢 生命线 整个中年阶段 是维持的一个 比较强劲的状态啊 并且呢 我们注意到在 从流年来看 在55岁左右呢 建一条非常长的上升线啊 这个时候呢 开花结果啊 迎来收获啊 前面的付出和努力呢 都值得啊 这个时候呢 事业有突破 这个感情也逐渐稳定啊 所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人生的高光时刻 也是一种典型的 比较晚成的一种手向特点 到后期呢 又有一条上升线啊 那么这都在代表一个 运势的提升啊 运势的提升 后面这条上升线呢 基本上可以判定 它是到了晚年啊 喜事不断的 家族喜天丁啊 或者是有桥迁之喜啊 或者购置新的物产呢 都是有这方面的 一个信息存在啊 这是一个上升线啊 我们注意到 在后期呢 这个生命线内侧呢 还延伸出一条 这个关系线啊 关系线是看流年啊 如果是发生在啊 这个基本上 青壮年阶段 基本上代表一种因缘的体现 那么如果是发生在 中晚年的话 基本上是一种啊 这个和之前关系不太好 或者是有隔阂的人啊 关系和解啊 关系和解 内心获得一种释然啊 所以说心态会变得 慢慢的平静下来啊 到了中晚年啊 这个可以看到 这方面的信息啊 我们看到这个 生命线尾端呢 有一个从这个流年来看 基本上倒是 72到75岁左右啊 72岁左右呢 建一条分叉和一些 分这个小的一个 这个分叉和十字路口啊 这个基本上是 可以判定是 这个阶段的健康方面 有一个小的坎坷啊 度过了这个危机之后呢 基本上 生命线尾端就绕手腕啊 所以晚年可享高寿 从这个小指的形态来看 小指过三关呢 跟子女缘分比较深厚啊 也可以看到 在生命线尾端 在子女的悉心照料之下 度过这个难关啊 晚年可享高寿 是晚年能享子孙福啊 这是整个这个到晚年的一种 闻路的状态啊 那么我们还注意到 在感情方面的遭遇呢 其实呢 还是跟这个啊 跟这个小小的这个反抗线呢 和一些横纹干扰都有关系啊 长测的横纹呢 可以分两大类啊 一个是和这个 一个是这个啊 旅行纹的一种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更靠近感情线下方的嘛 他看作一种这个反抗线的雏形啊 如果是这条纹路比较长的话啊 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线啊 如果偏短的话 他还是没有形成这种反抗的一种程度啊 所以也有也有这方面的信息 在感情方面的容易 特别是青年时期容易为情所困啊 这是从亲密关系线 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那么这个是整体的一个首相的分析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